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福元去田里拔草 正好遇到汪连心和儿子汪问祥 汪连心父子联手殴打成福元 最终将成福元打死 汪连心父子联手杀人 实在是罪大恶极 恳请大老爷严惩汪连心父子 为成福元伸冤昭雪 先令赖同验接下报案 带着牙医赶往现场勘验 经过查验比对 成福元系受伤沉重身亡 现场水沟里捞出锋利镰刀一把 田耿下有手臂粗的棍子一根 确定刀和棍子就是凶器 赖县令让成润生弄来棺材 将成福元狩猎 又让牙医们去抓捕汪连心父子 到案审问 牙医去汪家捉拿汪氏父子 发现汪家父子早已经人去楼空 只剩下了一个老妇人在家留守 牙医们只好返回县衙复命 赖县令认定汪家父子畏罪潜逃 于是张榜通缉汪家父子 转眼三个多月过去了 汪家父子依旧下落不明 汪家父子失踪 案子成了一桩一案 一年之后 村里一个叫刘金发的人出门贩布 来到吉安府城郊 一个路边饭馆歇宿 刘金发进入小饭馆后 年轻的饭馆老板走上前来招呼 又有一个老者在屋后匹柴烧火 刘金发仔细一看 发现二人正是失踪了一年之久的汪家父子 年长的是汪连心 年轻的是儿子汪问祥 屋内还走出来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貌美女子 女子手里拿着一把低着鲜血的菜刀 惊恐地对汪问祥喊道 你还不快来搭把手 我杀不了啊 与此同时 刘金发看见正在屋后匹柴的汪连心 拿着斧头走进屋来 还一边呼喊着儿子汪问祥的名字 刘金发见到这害人的一幕 吓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自从汪连心父子杀死成福元后 官府到处发布 缉拿他们父子的布告 汪家父子被定为极为凶险的杀人犯 一旦遇到必须及时躲避 刘金发吓得冷汗直流 把腿就跑出了汪家的小饭馆 刘金发一路狂奔 扭头看见汪问祥手里举着不知什么东西追了出来 并且在他的身后一边追一边喊 刘金发此时头脑一片空白 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往城里跑去 他一口气跑了几里地 一直跑到了镇上才停下来 待呼吸平稳下来后 刘金发赶紧找到地宝 报告了相关情况 地宝剑事关重大 用马车载着刘金发去府衙报了 在吉安府衙大堂 刘金发状告杀人逃犯汪家父子 藏在某村的小饭馆内 父子二人还拐带了一个貌美女子作恶 他今早刚一登门 就看到女子手持血淋淋的菜刀出来喊杀人 汪连心手持斧头前来帮忙 儿子汪问祥则一路追赶他跑了好几里地 若不是他跑得快 此时已经成了汪家父子的刀下鬼了 汪家父子敢开店杀人 想必还有其他同伙 恳请知府大人派兵围剿汪家黑店 缉拿汪家父子归案 吉安知府立刻点拨了一对兵马 兵分两路赶往汪家小店 将汪家父子抓获 汪家父子被官兵们抓住 用绳子拴牢后压在屋檐下 就在此时 屋内扑来一个年轻女子 他跪在地上哭着恳求官兵们放了汪家父子 官兵们并不理会女子 将他拖到一边 随后官兵们将后门砸开 进入后院仔细搜查 结果发现后院里并没有什么杀人碎尸的惨案 只有一只刚被割断了脖子的大公鸡 一把大菜刀上还沾着鲜血 片刻之后 吉安知府带着刘金发等人进入了小饭馆 在后院查看时 他们同样只看见了一只被杀的大公鸡和带血的菜刀 吉安知府见女子为汪家父子求情 其形状不像是在作假 一个被胁迫的女子为何要为杀人犯求情呢 吉安知府百思不得其解 觉得此事颇为蹊跷 在仔细查看后院菜地时 吉安知府发现菜地的泥土被人松动过 且泥土的颜色不对 混杂了不少白胶泥 吉安知府让官兵们从有白胶泥的地方挖下去 官兵们奋力挖掘三四尺身 从地底下挖出了一具白骨 白骨胸口有一把锋利匕首 后院菜地里挖出白骨 汪家父子杀人一时做事 吉安知府让五座验尸 并当场提审汪家父子和年轻女人 经过五座验尸 菜地里的白骨是一个年轻男子 死亡时间大概有一年左右 西北人用匕首刺死 白骨双手被反绑 手上还缠着一圈未腐烂的绳子 吉安知府首先将汪家父子 仗则二十大板 再问他们是否知罪 汪家父子被打 却不肯承认自己有罪 吉安知府又让牙翼大行伺候 汪连心年纪较大受不了大行 被打得奄奄一息 但依旧不肯承认杀人的罪行 就在吉安知府准备动用更残酷的刑罚时 那个年轻的女子开口了 年轻女子为汪家父子求行 说出了案子的经过 案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原来 年轻的女子叫梅香 是安徽广德县城内父户孙掌柜的独生女儿 孙掌柜把她视为掌上明珠 平日里让她在修楼里学习刺绣 只带昭绪上门完婚继承家业 光绪十五年 公元一八八九年秋 梅香家门口来了一个跨栏卖针线的小贩 小贩说新进了一批西洋线很好用 城里的太太和千金小姐们都喜欢 梅香出于好奇下楼买线 到了楼下小贩说手里的针线正好卖完了 不过在不远处的巷子口放着她的担子 她的徒弟在那招呼着卖 梅香认为巷子是自己家的 且当时又是大中午 光天化日之下小贩不敢作恶 于是跟着小贩去巷子里选针线 梅香来到巷子里后 果然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子守在针线担子边上 针线担子里果然有很多款式新奇的针线 就在梅香专注挑针线时 感觉有人从身后用一张尸骨捂住了她的口鼻 梅香当即昏迷过去 两个贩子推出担子下面的暗格 把身材瘦小的梅香塞了进去 年轻的男子挑起担子就走 年长的小贩依旧提着篮子腰和跟随 不知过了多久 梅香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醒来 发现自己的双手被人反绑 丢在一间简陋的茅草屋里 梅香隐约听到茅草屋外有人争吵 连忙趴在窗口朝外面窥探 发现原来这一老姨少是一对叔侄 叔叔叫马元山 侄二叫马粪 马元山打算将梅香作为人质 向孙家勒索巨额赎金 马粪则想将梅香据为己有 宁愿放弃赎金 二人产生了分歧 并最终动其手来 争斗过程中 马粪把马元山打倒在地 抱起路边一块大石头 狠狠朝马元山的脑袋砸去 马元山当场被砸死 尸体被丢进一口枯井里 梅香在茅草屋内看见马粪杀人 吓得目瞪口呆 骗个之后 马粪返回茅草屋 威胁梅香做他的妻子 否则就把他也一起杀了 梅香害怕被马粪杀死 连忙点头答应 马粪随即带着梅香出门 他让梅香走在前面 自己挑着担子紧随其后 梅香裹着小姐走不远 跑不掉 也害怕马粪从身后将他杀死 因此只得乖乖往前走去 一天中午 马粪和梅香来到了 吉安城郊的一个小饭馆附近 此时他们已经跋涉了几个月 此时他们走得又饥又渴 于是到小饭馆里吃饭休息 马粪和梅香进入小饭馆后 发现小饭馆是新开张的 饭馆内只有一老一少 两个男子在经营 这两个男子就是汪连心和汪文祥父子 马粪嚷着要吃饭 汪文祥说现在人手不够 昨夜灶台崩坏了 此刻正在修理 要吃饭得去后面生火自己煮吃 马粪听罢 辱骂汪文祥父子怠慢 随后又驱使梅香 去院的后面烧火做饭给他吃 梅香进入后院烧火 汪文祥拿出一袋米 咬出两碗来淘米煮饭 汪文祥见梅香不像普通的农妇 倒像是一个妇人家的千金大小姐 而马粪则性格粗鲁长相难看 于是便怀疑梅香被人拐骗 便问梅香为何与外面的男人在一起 梅香见汪文祥主动问起 认为找到了救星 就把马粪将他掳走一事说出 并归在地上恳求汪文祥救他一命 汪文祥听了梅香的话 决心救他一命 饭菜做好后 汪文祥搬来一坛子酒请马粪喝 马粪并不怀疑 端起碗就喝了几大口 马粪许久没有喝酒了 又经不住汪文祥父子反复劝酒 很快就喝得鸣鼎大醉 马粪喝醉之后 汪家父子弄来绳子将他绑住双手 汪家父子想把马粪送去府衙治罪 但自己本身就是逃犯 去官府不是自投罗网吗 不送马粪去官府治罪 又将如何处置他呢 父子二人商议之后 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进城雇马车来将马粪送去官府 花点钱给一个村民 让他带着马粪去报案就行 商议已毙 汪文祥进城雇车 汪连心和梅香在家看守 那天下午 汪文祥坐着马车回到了小饭馆 汪文祥匆匆进入房中 车夫在门口等待 汪文祥进门后发现马粪已经醒了 并且正在拼命挣扎 用身体把汪连心和梅香撞翻在地 大有要挣脱之事 马粪怒骂汪连心父子找死 等他正脱了绳子 就要了他们所有人的命 汪文祥扑上去制止马粪 二人在房中撕打起来 汪连心和梅香也趁机从地上爬起来 三个人合力将马粪重新捆住 马粪还在怒骂不止 汪文祥见此时难了 多杀了马粪一了百了算了 于是拔出匕首一刀 刺入了马粪的心脏 马粪挣扎了一番后死去 三人将马粪的尸体抬到后院 在后院的菜地里挖了一个深坑 将他的尸体埋掉 梅香虽是附加千金 却从小没有读书写字 家里地址也记得不是很清楚 因此无法写信通知家里来接 汪文祥打算送梅香回家 却发现身上没有那么多盘产 小贩馆世界债盘下来的 没法变卖换钱 三人最后商议在小贩馆经营半年 待扔到钱后就送梅香回家 作为报答 梅香回去后给汪家父子一笔钱 并花钱找人给他们父子减罪 就这样子 三个人在小贩馆里生活起来 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相处一段时间后 梅香对汪文祥产生了好感 二人之间情投意合 私自定了终生 一天上午 不伤刘金发来到小贩馆吃饭 刘金发一眼就认出了小贩馆 是杀人犯汪家父子开的 又正巧梅香在后院里杀鸡 鸡到处乱窜他杀不死 于是举着带血的菜刀 大喊着快来帮忙 我杀不了 正在院子里匹柴的汪连心 听到喊叫站起身来查看 惯性地拿着那把斧头 汪文祥也赶紧过来查看什么情况 结果这一幕吓坏了刘金发 刘金发跑去府衙报案 汪文祥见刘金发跑出家门 拿着扫帚追出来喊他 刘金发更加确定 汪家的小饭馆是黑店 知府大人果然带兵前来捉拿 闹出了一个很大的乌龙来 不过吉安知府的确很有智慧 一眼就看出院子里的浇泥土 推想菜地底下肯定有大坑 于是让人挖出了马粪的白骨 人正乌正俱在 知府大人自然将小饭馆视为黑店 将汪家父子和梅香一并逮捕 汪家父子杀人不假 但小饭馆却不是一家黑店 这其中隐藏着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梅香一口气 把案子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汪连心父子杀死人贩子 马粪救出了梅香 杀人固然有错 但也做了一件善事 急案之府又让公差行文到沃源县 查到汪连心父子杀人案 并将卷宗带回审案 对汪连心父子杀人潜逃一案 升堂审礼 汪连心父子无话可说 道出了当初打死承服员的那桩案子的经过来 汪连心的家在沃源县 家里有一块水田 和村里的承服员家的水田毗邻 汪连心家的水田在上 承服员家的水田在下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五月里 承服员因为自家水田里没有水 偷偷挖开了汪连心家的田梗 致使汪连心家田里的水都流入了承服员家的田里 汪连心发现后找承服员理论 让他想办法给自己的田灌水 承服员却说是田梗自己漏水的 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要他给汪连心家的水田灌水是不可能的 汪连心多次理论不成 只好把事情告到了地宝和族长那里 在地宝和族长的实地勘验下 确定承服员倒挖了田梗 于是判罚承服员一两银子给汪连心 承服员被罚后 一直怀恨在心 同年六月初九日 汪连心带着儿子汪文祥去田里拔草 中午汪家父子拔完草回家时 在田边的小道上遇到了承服员 承服员辱骂汪连心父子 汪连心父子不予理会 继续往家里走去 承服员捡起地上一根手臂粗的树棍 冲过来打汪连心 汪连心被打倒在地 汪文祥见父亲被打 连忙夺下承服员手里的棍 劝他不要惹事 承服员不依不饶 从腰带上抽出镰刀来砍汪文祥 砍上了汪文祥的肩膀、手臂 汪文祥忍无可忍 夺下镰刀砍了承服员几刀 承服员的眉骨部分被砍中一刀 右眼被刀尖刺瞎 小腿又被镰刀砍断 承服员倒地哀嚎 不多久便一鸣呜呼了 承服员家在村里是大族 平时为人霸道仗是欺人 如今汪文祥打死了承服员 承家人肯定会报复汪家父子 搞不好要被承家人打死 汪家父子于是丢下镰刀逃跑 最后辗转来到了吉安城郊的一个村子里 吉安城郊的这个村子 住着汪连心的三妹 三妹家在当地算是有钱人家 汪连心给三妹妹借来一点钱 盘下路边的小饭馆做起了小生意 父子二人打算在此躲一段时间 风头过去后再返回物园 汪连心又借了三妹一点钱 并请她雇车去物园交给老伴 让她在家里不至于被饿肚子 汪家父子就这样躲在了这个小村子里 当地人只知道他们是一对父子 并不知道他们是逃犯 光绪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秋季的一天 小店里来了一个挑着担子的年轻男人 还有一个长得貌美的年轻女子 这两个人就是马粪和梅香 马粪劫持梅香 又杀死了自己的叔父逃到此处 梅香在后院主犯时恳求汪文祥救他一命 汪文祥见梅香可怜辩救了他 最终三人合力杀死了马粪 尸体埋在了后院的菜地里 后来刘金发来小店认出了汪连心父子 兵到府衙报案 汪家父子这才被捕 案情经过就是这样 这是一桩连环案 案中案 汪家父子杀死成福元 逃亡到了吉安府 在吉安府又杀死了马粪救了梅香 这一切似乎像早已经安排好了的一样 显得曲折而离奇 最后按照大清律令刑律规定 吉安之府对汪家父子杀人案进行判决 汪家父子与成福元为舔水争吵 并失手杀死成福元 虽然是成福元有错在先 但杀人就该严惩 判处汪家父子绞尖后 汪家父子杀死马粪 就下梅香算是立功一件 但也是杀人大罪本着杀一警百的精神 严格判脚监后 马粪杀死叔父该判斩首 由于马粪已经身亡不作追究 马元山的尸体捞出来后 由其家属带回收敛安葬 梅香则由其家人接回 汪家父子被判脚监后 刑部衙们复合赵准 判定来年春天处决 判决之后 百姓们都认为汪家父子有些冤枉 一个是误杀 一个是救人 为何还被判死刑呢 一时间 百姓纷纷为汪家父子鸣不平 光绪十六年 公元1890年3月20日 就在汪家父子被处决的前十天 光绪皇帝看了汪家父子的案卷之后 认为汪家父子罪不该死 于是及时发布恩赵 赦免了汪家父子的死罪 改判为汪连心仗则二世 汪文祥仗则一百 并判处徒刑二年 汪连心父子获得赦免 真可谓是因祸得福 但喜事还不止这一件 汪文祥徒刑期满之后 梅乡之父将其招入孙家为许 汪文祥不仅得到了梅乡的爱 还成为了孙家家业的继承人 汪文祥一夜之间 从杀人犯到夫家女婿的逆袭经历 真是令人想不到的结局 此案告诫后人 人为善则善报 人为恶则恶报 汪家父子不是恶人 他们在逃亡路上不忘为善救人 最终得到了善报 杀人犯因祸得福 最终实现了人生逆袭 此案也堪称是一桩奇案了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